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出来的自负和表现欲 在对事物的处理方面特别的尽责 平时比较现实 而且尽于冷酷 凡事慎重而反复的思虑 真正遇到一些突发或者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缺乏果断力 反而会做出一些唐突而不可思议的决定 就这种人他其实本质上来讲还是偏慈悲的 但是他对外在表现出来是比较慎重的 凡事比较慎重 因为他本身来讲出身家庭环境不好 有的面对一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由于缺乏一些果断力 由于不决总是想的很多 因为自己说不起等等 反而会做出一些非常令人感觉很唐突的一种决定 这种长齿行人大多数比较聪明 是聪明才俊 聪明才俊 这个思考也是比较周密 如果在掌的手掌 刚才讲的是手掌比较薄 手掌如果是比较厚一些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这种缺点 出身贫寒这种缺点 刚才讲的这种缺点 做事犹豫不决 偏物质 做事谨小甚微的这种感觉 就不会有这种 就是手掌厚的话就不会有这种 因为自负的表现 要形成的一种自然的尊贵感 有这种尊贵的气质 并且有一种宽宏慈悲的慷慨 就是手掌厚 这个长齿行分手掌厚和手掌薄 这两种情况 那么讲的这么多 我们再讲一个短指行 短指行就是它的长度偏短 这个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基本上 就手指跟手掌的长度一对比就知道 那么相对于手长的话 假如说手掌比较厚的短指行 大多数是这种富贵的命运 如果是掌心平满 而且四半就是手掌的四周 靠近边缘的地方比较浓厚饱满 大多数是出身富贵之家 承袭的富足留下的余音 留下的祖产 甚至胜过祖辈 而拥有名利和权威 如果是手掌心比较凹陷 刚才讲的是平满 注意 那么现在讲的凹陷 凹陷再加上四周比较饱满 浓厚的话 手背又见圆龙 手背呢 它的有深窝窝 凹进去 手如扶龟 大多数 这个出身低下 就是手 手心一定要平满 不能往下陷 就刚才讲的 即使周围再饱满 这种短指行动 都是出身低下 全靠自身奋斗 而获得成功 身有短指行的人 大多数主观性比较强烈 具有强烈的占有欲 因为主观性强 所以说 他在这个言行一致 做事 这个做事干脆利落 办事果决 积极进去 活跃而精力充沛 那么这相对长指行 就刚好相反了 长指行的就 往往是不喜欢承担后果 做事也不是干脆利落 犹豫不决 短指行的话 是有这种特点 就是做事干脆 做事果决 是领袖人才 这种人性格容易使人 比较敬仰爱慕 相对也容易被人忌妒 如果是这种手 这个比较方圆 手指各方面比较方圆的话 比较方圆的话 是强烈的主观和占有欲 反而变成一种顽固的 爱占别人便宜的这种缺点 如果是手指头圆大 像骨锤一样 像骨锤一样很圆大 那么这种缺点是更为明显 就是说 这个有点占有欲和主观性太强了 反而变成一种 爱占别人便宜的感觉 那么如果是没有这种特点 刚才讲的 是非常积极主动 做事果决 有一定的占有欲 主观性强 这都是优点 但如果是配合手指头 比较粗 比较跟骨锤一样 那么就容易 太强了 是过犹不及 就喜欢爱占别人便宜 这个比较 这个主观 占有欲太强 就这种感觉 好了 有关这个短指行和长指行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交面 像风水方面的客户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